您看过一个锅子能够同时煮汤炒菜还煮饭吗 这是花莲有一位发明家温佳衡 他花了六年时间研发而成 打造出这个不一样的低压锅 只要用恒温就能够一次完成多道料理 还获得了十国的专利 还曾经荣获首尔国际发明展的金牌奖 所以其实轻微上点点油 这个是牛排 煎牛排没有令人期待的呲擦声 怎么多了泄气声 这种90度的恒温 它类似国外的那种酥肥棒的效果 它是稳定的温度 然后持续地去夹了它 这个煎台怎么看怎么怪 在锅子顶做料理 而且中间还有一根气阀 上面的煎盘它在处理的时候 它是一个用90度的恒温干煎 去处理这个煎盘的温度 所以当你的食物放下去的时候 它在上面是绝对不会嚼的 不说不知道 每一个怪的地方 其实都有它的道理 这样的创意发想 可是获得台美日韩 以及中国等十国专利 还曾经荣获首尔国际发明展 金牌奖的抵押锅 透过恒温锅底能煮汤 中间可以煮饭 锅底还能煎炒 各式料理一次完成 节省很多时间 但研发过程可是很耗时 前前后后花了六年的改良 更让外界跌破眼镜的 是这位发明人 原本还是个念伤的呢 七十二年次的温家衡 会走上发明的这条路 是受到外工的影响 外工是个发明家 民国六十几年 就尝试拼凑机器 发明了炸油机 而温家衡也喜欢钻研 也喜欢动手改良机器 选择外工脚步 走上工业设计 但当初可受到不少的阻力 一改再改 一修再修 才把原本的高压锅 变成低压锅 那时候的设计不完善 而被供应院的补助单位 而拒绝之后 我才去把所有的结构 跟整个的安全性的部分 提升到就是最高的等级 高兴啊 希望以后能够更多 继续去 投入这方面 尤其我们生活改善方面的东西 气阀上下跳动 就像跳舞一样 不怕热油事件 也不担心锅子气压不稳 做菜可以很放心 因为高压锅的声音就是 这个声音 会担心 然后接着就害怕高压锅的 一些带来的爆炸 给造成人体的伤害 利用竹炭吸附杂质特性 应用在绿嘴上 温家横还发明竹炭绿嘴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都是他发明的点子 或许是身体里 有着和外公相同的基因 喜欢创新 不怕困难 只希望让人的生活 可以变得更便利 明星文 吴振燕 花莲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